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接加3 直接加3 剛才有人說 加3對無科來說是神裝 已經跟加9連語差不多了 是不是 這個我們來實測 好不好,我們來實測 其實你們看一下我的武器啊,我現在是這樣啊 我的武器是這樣,所以基本上魔族加3 如果,如果測出來的影響不大的話 那這把魔族可以再拼上去 加9的風山雷雨,然後先測呢 在這個測試的畫面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120秒,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120秒停止,然後 跑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雷雨的這個傷害是怎麼樣 那實測時間,兩分鐘 好,開始啦 停下來了,399刀一模一樣 那這個是雷雨的部分 接下來喔,重頭戲了 這次魔族,開始喔 兩分鐘倒數計時,開始 我們現在拿黑焰喔,然後這一把黑焰是沒有屬性的 計時,開始 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數值四把刀這樣子可以啦 104 沒錯啦,那一把 打出來是104,剛才我們一直看 都是104,最大就是104 沒有錯 那 魔族的話,剛才我們在看 也是最小最小 它那個傷害最小飄到36 那這一些武器要怎麼樣去選擇呢? 第一個,如果你是要找一把CP值比較高的一個練功刀的話 那九手破其實是一個攻擊還蠻平穩的一把刀 那如果是在打架的部分 基本上這四把武器比起來的話 加三魔族其實已經有不錯的實力了 而且 加三魔族跟加九的這個屬性雷雨喔 比起來他們的能力其實差不多 那如果說 加三魔族再強化上去的話 以暗黑騎士來講 那它可以說 加五至少 大概就是一把打架的神刀啦 那黑焰的話 測出來雖然說沒有非常的漂亮 但是黑焰相較於魔族來說 黑焰的這個大小傷差距沒有那麼大 那如果說黑焰再跟加九雷雨去比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黑焰的大傷其實是比較高一點的 小傷輸一點大傷高一點 那暴擊起來的話 也算是不錯 所以 黑焰基本上它跟所謂的加九的日本刀 這兩把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加九黑焰 你可以看成是等同加九的這個日本 那這幾把比較起來的話 如果要打架 當然 以暗黑騎士來說 魔族 衝高的魔族會是第一啊 如果說你有加三以上的話 再來做優先的選擇 然後再來是黑焰 然後再來最後的話呢 我才覺得是這個 加九的雷雨 但是雷雨它畢竟是一把不壞刀 所以 如果說價錢合理的話 你也是可以去考慮去入手 那如果說你有在打一些 這個不死系的怪物的話 那我建議你直接去選擇這個 加九的黑焰 會是一個萬用刀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騎士 或者是 暗黑騎士這個職業 它很難說 你用一把刀 就去涵蓋所有 打架打怪 練功的這個需求 所以身上 準備個兩三把刀 甚至四把刀 五把刀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完全取決於你的 第一個是你的財力 然後第二個是取決於你的需求 那 不一定都把把要到頂 至少你要有一把不死刀 跟一把不壞刀 所以這兩種選擇的話 就大家自己去衡量看看 好那以上呢 就是關於這一次武器的這個測試 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喜歡的話呢 也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這些武器的差異 那也不要忘記要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來見囉 掰掰